为了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,意大利小镇瑞吉欧艾米利亚的人们发展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,世上不应再有战争,在教师洛里斯·马拉古兹的带领下,他们试图通过真实的生活体验和实践,以取代固定的课程模式,来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,从而使每个孩子都能培养对发现的热爱, 形成自己的个性,并学会尊重他人,第一批学前班的土地、资金、食物和技术支持都是由社区提供的,瑞吉欧艾米利亚教育法是一套基于儿童形象的教育理念,及所有的孩子都是充满潜力的,他们具有天生的好奇心和无穷的想象力,孩子们也富有创造力,能够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, 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探索兴趣,在追求自己兴趣的同时,他们也保持与他人的联系,大人们通过提供丰富的环境和支持,来帮助培养他们的学习。 瑞吉欧教育法,以儿童为中心,以项目导向为学习方式,而不是采用传统的一刀切课程的教育方法,项目导向的学习方式可以作用于任何时候, 例如,在游戏过程中,教师可以观察并在特定的时刻创造新的学习机会。 例如,通过开放新的环境,激发孩子们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,或者引导孩子去邀请其他人进行合作。 在教师干预之后,孩子们将自我掌控并独立前进,直到项目完成并且可以与他人分享。 在整个项目中,孩子们自然而然地会体现出多样的精神。 他们会是研究人员、冒险家、设计师和探险家。 他们提出假设,去尝试新事物,进行研究,去玩耍和想象。 为了推进项目发展,探索家会提出问题,研究人员给出反馈,设计师展示他们的想法并建立模型。 最后,他们将自己的理论转化为现实,共同进行实践。 当学习变得社会化,他们就有无穷无尽的方式来解决特定的问题。 为了促进创造力的培养,教师应该放手让孩子们去试错, 而随之发生的矛盾,可以培养孩子们的社交能力。 因为矛盾教会孩子如何表达、倾听、争论和探讨。 然后学会接受不同的意见,尊重他人的身份。 当两个孩子讨论一个问题时,第三个孩子可以提出想法, 并让整个小组学到团队合作的价值。 教师将项目通过照片、视频或书面的形式进行记录, 让这些学习过程变成有形可见的相片、画作或者雕塑。 把孩子们的想法、语录和谈话记录贴在墙上。 日后,孩子们可以回顾他们的成就, 随时查看他们未完成的项目。 了解失败是进步过程中的一部分, 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对自己的能力建立信心。 但是,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教官。 相反,他们是孩子们探索之旅中的同伴, 可以为孩子们介绍一些好的书籍, 展示新的工具, 或者为他们提供全新的视角。 然而,他们应始终留心, 不让自己接管这一建设性学习的过程, 因为这将会限制孩子无尽的想象力和动力。 孩子们需要充分掌控, 并发展出对自身进步的主导感。 这就是对终身学习的热爱的基础。 马拉古兹认为, 孩子们可以用一百种语言来表达自己。 他们绘画、雕塑、打鼓、耳语和倾听。 他们建造、聆听、说话、 或者唱歌和跳舞,还有玩耍。 据说,爱因斯坦曾经说过, 游戏是研究的最高形式。 孩子会像大人、其他同学, 还有被视为第三位教师的环境学习。 这个空间充满了丰富的素材, 旨在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、 创造力和探索能力。 在理想的情况下, 这个空间应该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和大窗户。 这样孩子们就可以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。 就像在意大利的城镇广场上, 我们可以在那里观察到 社区里其他成员的生活。 父母被视为瑞吉欧教育哲学的最后一个环节。 为了加深他们对以儿童为中心这一教育理念的认识, 我们鼓励家长们向教师和孩子们学习, 并与他们一起学习。 所以当孩子们放学回到家后, 他们可以继续担任研究人员、 冒险家和探险家的学色。 马拉古兹曾经说过, 学会为孩子留出学习的空间, 仔细观察孩子们的行为举止, 也许你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更深入的了解。 那么这趟学习之旅也会有所不同。 也许有一天, 我们这些小小的研究员和探索家们 会成长为伟大的发明家和探险家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